《N》 這個《N》它在這個戲裏面 其實是一個代名詞 或者只是一個在體 就是你以為吃麵 或者是一個碗 碗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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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戲裏面講 安其實它是否同一個人 到底它未必是同一個人 可能它就是全世界叫做安的人 它也可以是不同的人去理解 安是一個什麼人 我想這個感覺會是 如果我認識一個朋友 我認識他 可能我從小的時候認識他 然後我到現在可能隔了三十年 我可能要是只記得他的樣子 要是只記得他的名字 要是只記得他的名字 挺有趣的 你在Facebook上 你可能有作弊 或者沒有作弊 但是你會有很多人 有不同的人說他 很有趣的 那個感覺其實挺像Facebook Facebook 你不一定自己打電話上去的時候 你看別人寫的東西 其實你都會 開設你忍不住會建構 然後那個人最近是否在聽到什麼呢 為什麼他打個不開心的樣子 或者他有一個語帶相關的說話 你不說什麼呢 然後你就發覺在別人的一些對話 可能那些回答裡面 你再去trace 這個人又在Facebook上 然後可能其實沒有關係 但可能剛巧在文字上 你又會令到 咦 會不會其實這個 是三個概念 即是有一種 會這樣不斷的聯想 總之就是 你一出街 或者在你家裡 你眼見的任何一個人 都可能是這個 阿安 嗯 好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